我盡頭 只知道誰去光陰筆 詞曲 曲 李宗盛 不知道在那邊邊空會有進口 只知道誰去光陰筆會再回頭 每一串淚水和每一個夢想 不知不覺全流走 不經意在這圈中穿到這樓 只走到在這圈中經過信仰 每一串淚水和每一串淚水 每一串淚水和每一串淚水 望遠遠相遇 幾多單獨當天我默默接受 幾多心想人放手 故意挑戰 何不再附 只等心中已來回頭 不相信你再深經線可擁有 只相信是靠雙手找到我用救 每一次忘世 换你一个城满洲 从来当山我抵头 当真意在这园中 穿到这年头 至今都在这园中 经过顺应流 每个那奥南方 共每一次有线线 我已因一常谈 几多甘苦的天爱默默接受 几多辛酸人的防守 对天的根源不在乎 只要心中意愿去修 不相信未在身经线可拥有 只相信是靠雙手找到我勇敢 每一圈忘世 会有一个成真 从来当山我抵头 尊敬的推友们 大家好 文贵向所有的推友问候 几天不见 真是非常想念 已经是三天了 虽然我很忙 忙活着全球发布会 准备着各种的资料和其他方面的事情 但是真是想念你们 我发现这个直播能上瘾 当网红 我发现 怪不得这些年轻孩子们 不惜代价当网红 我现在发现上瘾 但是这个上瘾代价对我来讲太大了 当网红实在这个日子不好过 因为压力太大 原来我真没感觉这个压力 上视频有多大压力 但是现在随着日积月累 这个压力就大了 因为这是一份责任 这是一份信任 而且当我这种上网的时候 这个用家人 用员工 用资产做代价 这就不是网红的概念了 我觉得真的是每分每秒 我在梦里边都在打仗 哎呀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到了我这个逝去的 十几年的我的岳父大人 哎呀 跟他还清清兮兮的讲了很多话 连他老人家都在关心我的身体 这个我就在想 就我娘从小时候教我呢 这个如果梦见过世的人讲话呢 不好这个梦 我就想了 他到底今天这个节目是好还是不好 我说啥呢 本来我要有其他几种想法 我想想今天是不是就少说点啊 那么同时呢 这个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特别的多 多到了这个真的很难以形容的程度了 这个所有的崔勇文你们去想一想 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想对文贵下手啊 当然了也不最近也有很多收买的 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大家看到 特别像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有个编辑叫张丹红 张丹红啊给这个财新啊写过一千多篇的文章 这个跟胡舒立女士非常之好 张丹红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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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先生女士我不知道啊 刚刚的这个又登了一篇文章啊 这个又是骂过文贵的 包括他们这个德国之声里边的一个中文部的主任叫 叫石涛 这个石涛啊也是很厉害 也在说文贵 那么同时啊大家看到最近的我的推特上的这个 手机的这个变化啊 除了经常到增长 而且是基本上是百分之百时间被hack之中 这是美国政府已经证明了的 那么我的手机的被hack 德国之声的连续发声啊 这个连六四都彻底否定 你们查查这个张丹红和石涛 那是绝对的海外的沉默的力量 绝对海外沉默力量 他的家人在国内都过着极为豪华的生活 同时他跟胡舒立女士非常之好 然后呢就是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这位编辑完全没采访过我 就啪啪啪的就引述了财新的各种对文贵的过去的负面报道 长篇里都得报道一篇 然后呢这个大家能看得出来 这个最近咱的我的推特里面有个巨大的变化 就是过去谩骂直接骂的啊 那些五毛没了七毛也没了 现在出来的是什么呢 都是用过去极为这个支持文贵的那些最友好的推友们的这个推名 然后呢就开始夸文贵夸完以后就来一句狠话 怀疑否定啊怀疑否定 那么连我呢最近都就是屡屡上呢 昨天有一位昭明的这个这个先生的私信 这最近这个将近半个月来啊 这位昭明先生就是给我私信我都回复 因为我回复都都比较少吧 我从来没发现这是个假的 昨天我突然发现这是个假的了啊 这个这个给我发了一堆的 关于习主席的家族的腐败新闻 吓不一大跳 他说这不像赵梅先生的话啊 啊 我这马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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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这是不对了 赶快就发到另外一个赵梅先生那里边去确认 我说这是不是你 他说不是 然后马上开始看其他的这个有私信和我联系的 结果我就好好捋了捋 就很多私信呢都是冒充熟悉的推友 因为我没办法一一去这个去去辨认嘛 都是这个穿着过去熟悉的推友的马甲 来进行了这种近似的语言 但是近似过去推友的语言 但是却达到他们的目的 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的各部门呢已经确认啊 这个我的手机一直百分之百的被篡改当中 昨天杨洁敖先生突然给我发的私信 说这个郭先生你承认了这个冠军就是齐山 齐山就是冠军 我都懵了 我说我没有啊 他马上把截屏发过来 我一看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个 然后我看我手机上 哎我手机上我发现有 然后我再往回看结果我发现啊 我的手机上原来别人可以用我的名义 直接在我推特里就发这个推文 然后我往回看我发现很多推文根本不是我发的 根本不是我发的 然后呢这一看着就是这是我的手机完全被控制了 因为我有四个iPhone7 同时上了咱的推特 我的推特的这个这个这个账号 我在不同的房间我用不同的手机 但是同一个账号 这个时候我挨个手机去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很多推文根本不是我的 我再次重申我从来没有说冠军就是王岐山先生 王岐山先生也不是冠军 未来会有我正在考验所有的推友们 我在等待着所有的王岐山书记和冠军先生等他们出牌 我要没有冠军先生的照片和录像 没有他的证件那郭文贵就不会坐在这了 我在等待他们出牌呢 但是我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呀 我回过头一看我吓傻了 因为很多推文真的不是我的我不可能每个都去看 接下来我就看一个就是张立凡先生 发给我的他公开发的一个推文 这多少天以前了 这个推文呢就说郭文贵不反皇上 你们就你们还相信他这是个笑话吧大概这个意思啊 是几天以前的 我发现在我另外一个手机上 有十几个这样的这个转发给我的张立凡先生 他的推文 我再去看那个手机的时候我才发现 我那个手机发出去了很多的推文跟我半点关系没有 我马上就找了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 他们说他们完全在掌握中 希望我呢不要在推特里边说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要观察他们在追踪 但是我说不行我一定得说我不能配合你们 因为这样的不过这样继续下去对我伤害太大了 我说这个这恰恰的是这盗国贼们所允许的 那么反过来我们再去看这些天来 这个处长潘啊还有黄烟的小手 这个除了这个诋毁团结起来对付我 还有像张立凡先生这样大司机的公开的诋毁我 和这个胡舒立女士这个马上这个又要到英国了 听说九号十号十一号到英国 要做一个演讲 然后呢把所有的德国之声太吴时报 海外媒体对文贵大肆的 用英文媒体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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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谣然后呢像这个海航通知的这个福布斯杂志 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什么东方网 苹果日报啊然后呢这个国内的通过影响力到香港政府 突然间给文贵南湾的房子发了一个法院的函 按照香港的法律是应该先发警告再发函 然后起诉你就是叫潜见就是伪装建筑我们家那块 直接就发法庭的喊了通知直接开庭 然后这个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啊 这个除了这一片间的围剿和威胁之外 更夸张的现在就是来了最近这几天前所未有 就西方的经济界金融界你们都能耳熟能响的超级领袖们 神神秘秘约我还不到我家来到外面见面都在问我一个问题 我可以排排大概这五六个世界世界超级大了 包括这个前国家领袖前国家领袖到我家来吃饭 说来说去最后都问一句话啊 王岐山先生怎么得罪你了给你怎么结的仇 我昨天回来我整理了整理我突然发现这都是一样的话 我说我跟王岐山书记没仇我没给他结仇 那为什么你报这事情啊我就说了我说我跟王岐山先生 应该误会起源于刘志华先生 然后由于马建副部长和孟慧卿 还有当年的监察部的马文部长 还有他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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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的人 还有高辉处长还有蔓永平 他们查北京刘志华案的时候查了这个王岐山当时的市长 结果呢这个事发生以后他就认为我是参与其中 我说我真没参与这样就闹了误会 所以他掌权以后把这人全抓了 结果抓了以后发现这些人手里有他的可能一些猛料 包括孟慧卿的18个录像带21个U盘 这个这个传说中的这个这个这个马建副部长 关于他的各种视频 还有高辉处长临死前告诉我他掌握的信息 我说他就跟我联络一起了 所以把我全家全抓了 我说他把我全家抓了资产查封造成了巨大损失 这是王岐山先生打着国家的名誉 对我一个家庭的打击 我说我们俩现在仇是这么形成的 那么所有的这来些人说 哎文贵啊你要不要和王岐山先生进行和好呢 愿不愿我们帮助呢 其中一个外国领导人昨天应该已经在北京了 他说我即将返回北京 我可以带着的话 我都马上拒绝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因为我太了解王岐山先生的性格了 他所有的能答应也都是缓兵之计 早在2015年啊 我说这个时间2015年8月份 胡舒立女士 胡舒立女士 这个登出了一篇 郭文贵的这个负面新闻 所谓的郭文贵什么发迹全母啊 就是农村出来的草根那个文章之后 后来博讯呢这个叫希诺的呢 所谓的我给他澄清 我说你这些报道都是假的 他叫他叫做采访 我叫做澄清 结果他把那文全删了 那一篇2015年的报道之后 接着就博讯就报道了 说郭文贵说 这个王岐山和胡舒立女士有师生子 我从来没说过这个他俩有师生子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啊 这个结果这篇报道出来以后 王岐山先生就找了当时的工商总局的局长 叫张毛 这是王岐山先生家里边的视角 找了张毛 原话啊原话这是张毛传回来的话啊 张毛局长说 岐山找他了 说郭文贵这个小王八蛋啊 这个竟然把这个我这事又跟胡舒立齿在一起 我已经给郭升坤部长说了 必须把这小子给我整回来啊 然后呢让郭文贵闭嘴 别那么再说了 我当时听到这话 我原话给他回去的是 第一 我同没说过王岐山先生和胡舒立有师生子 他要郭升坤部长把我弄回去 尽管放马过来 他也从来没停过 那么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 王岐山先生和胡舒立女士 这个关系是利用被利用的关系 这个胡舒立女士的险恶用心 是到今天所有当局没有碰到的 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这么大的国家机器 所有领导人我经历那么多年 我发现了一个死率 大家把这个国家机器想得很神圣 很神秘 权力无边 能力无边 当你走进这个机器内部的时候 恰恰相反 内斗 内讧 互相猜忌 这个矛盾 让很多本来可以实现的 可实现的目标 或者能做到的事 大大折扣 这也是党内斗争的矛盾的一个根源 比如说 谁也没想过胡舒立女士 就因为她和七山书记认识 谁都不敢说话呀 这真的是中国的奴才是真多呀 特别是官场啊 解决大多数是奴才呀 因为奴才多谁也不敢说真话 事实这也把王岐山先生给害了 就没人问问 胡舒立女士真的代表你吗 这都是你让干的吗 如果她代表你 她用得着 她用韦石博训这样的烂杂志 然后呢造你的谣 郭文贵从来没有说过 王岐山先生和胡舒立有师生子啊 那里有的师生子那名字 战、护照、所在地、出生地、出生证明 那都有啊 那怎么成了王岐山先生的了呢 这不是只要我郭文贵就说话 财新杂志马上就用她的腾讯的什么棱镜 还有她控制的其他媒体 马上就造谣郭文贵 说胡舒立和这个王岐山先生 这个胡舒立你是就像那个狗屎一样 知道了吗 就像个狗屁膏要使劲往王岐山先生屁股上粘 使劲往他屁股上粘 粘得越接受越好 王岐山先生你把他接了不就完了吗 扔了他不就完了吗 或者王岐山先生那旁边这么多高人 你把他帮他接了不就扔完了吗 结果呢 这个狗屁股要越粘越紧 王岐山先生最后成了他一体了 然后他的团队也不替他粘 这就像皇帝的心意一样 让王岐山先生就背着了 到底是真是假呀 你假的也成真的了 你真的更真了 那么这些事情到现在 胡舒立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不管你王岐山先生 你和他政治上打着什么默契 他是你的媒体打手 还有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 你好好让专业主掉一下子 在北大薄牙酒店 胡舒立女士和李友发生了什么事 你最相信的人民银行的范一菲副行长 和那个被判刑的那个陈华北京副行长 和胡舒立和李友之间啥关系 您但凡能去用上十分钟问一问 您就知道了 掉掉那个录音 掉掉那个录像 那个录像录音 傅振华有江梁洞有 只要能把那个跟那些律师开会 在608房间发生的事情 和李友还有微信发生的事情 您就知道了 早在我们和北大2014年发生纠纷的时候 我就给中纪委中央包括您写了几封信 我明确的说令计划的儿子的令普的车祸 是人为的 是制造出来的 同时我告诉您 那个车是卫星给买的李友给买的 是河南的一个老板 就连那个车的维修费赔偿西藏两个女孩的钱 也来自于河南这个老板的 当时令计划的案子还没有出来令计划的案子 没人听 竟然有人跟我说 特别是北大的校长朱山露 说文贵你根本不了解 那是另外一个老板的 然后把王岐山书记说成 王岐山书记是这个事情的知情者 不要让我再提了 这就说明当时说他点播王岐山书记 是这个车祸的重要知情者 可是我写了这么多报告 这么多东西 王岐山书记半点回复没有 而且网站上我都留的资料呢 我贴过这么多信息也没有 到后来把这个令古的车祸的案子 形成了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非常之简单 我最近也加了各方的核实 发现我得到的信息是正确的 是准确的 不能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 那从这点上王岐山先生 要不然你是有更大的阴谋在那瞒着 要不然你王岐山先生 你就是被你的下属给骗了 因为这个案子是你们办的呀 你们很清楚啊 那么反过来今天所有的胡舒立 为啥当时不告诉你呢 胡舒立知道所有的详情 魏欣知道所有的详情 李友知道所有的详情 朱善璐、王恩哥知道所有的详情 我请问伟大的党中央 你们那么多人 为啥不去问问办案人员一句话 北大既然那么早知情 为啥不让中央知道 是郭文贵和李友案子发生在2015年的时候 你们把这傅政华为了钱 为了一个金融牌照 把郭文贵全家抓了以后 然后李友被贺锦涛家里面给立功 所谓的立功 然后从这个东莞又跑回去 陈华啊 傅航长这是女情人团安排逃跑未成 然后所谓立功 李友呢住进了这个豪华的警察套房 吃到最高级的饭 大连公安局长去亲自去探望 在这种情况下立功才说出了 违心 李友贡献了违心 给这个令谷买车货的事情 说到这儿 这不是个国家的悲哀吗 一个令谷的法拉利车查多容易啊 查了半年之久 才查出车的来源 这就说明了要么是中央真调查主真笨 要么是公监法 只对付这些老百姓的本事 对待这些贪官污吏就没有办法了 还有一个故意隐瞒 这些故意隐瞒的人现在不都在官位上吗 不都有实权吗 不都是在控制着国家吗 这就是文贵第一次出来爆料的时候 我说千万别让我张嘴 让我张嘴之日很多真相大白之时 我可不敢担保谁被卷进去 因为我面对的是真相 我要老百姓知道是真相 也就是说胡舒立女士没那么简单 她一手她跟这个财信集团控制这么大的媒体 她是为了钱吗 她是为了她的名声吗 她是为了仅仅的是一个所谓她的理想和事业吗 作为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我要澄清 咱还在调查中 就是当年在101中学杀人的一个女文革头子 一个激烈的学生 她一生走过了什么路你看看 一辈子都在害人 她帮过一个人吗 从她最为难的时候 是李友和北大卫星给了她钱 北大和卫星可不是只想赚钱的 他们是有政治野心的 那么胡舒立女士干了多少事 干了多少坏事 她和王岐山先生的关系她到处吹捧 然后在海外所有媒体见到我 都替胡舒立说话 说胡舒立女士是最想颠覆共产党的 你郭文贵要跟胡舒立成为朋友 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任何一个情报机构都应该懂得 胡舒立在西方代表着颠覆共产党的这个红旗手 郭文贵到现在成了坏人了 胡舒立成了在党内的英雄 我现在我再次严重的严肃的 我流着泪的想问问党中央 胡舒立女士到底什么身份 她有什么样的价值让这个国家为她这个样子 就刚才我说到这一切的一切的啊 这个所有海外媒体海外媒体沉默的力量 都跟胡舒立女士勾搭在一起 在国内是反复英雄在海外是反共英雄 然后跟卫欣黎友等人策划隐瞒了令股的车祸案件 竟然无一人敢问 然后黎锐刚先生 黎锐刚现在是又买MANCT的股权 又控制了几百亿几千亿美元 然后入股了财新 这黎锐刚先生又当上海的市政府秘书长 又当副市长 又当为常委的所谓的准女婿上蹦下跳 这都是经纪人士吗 他不是啊 这些人都是有野心的 为什么这些野心家都跑到一起去了呢 哎 你俩能不能给我拉拉镜头啊 这个镜头特别不好看啊 我真的对我的俩助理我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 他们这个脑子很有问题 刚才是我们两个手机都被嗨了 把他俩人吓得脸都变色了 害就害了吧 有什么害怕的呀 所以呢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近期来 他们用转移视线 转移视线 然后披着我们熟悉推友的马甲 然后利用潘石屹处女潘 还有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胡舒立女士 然后制造各种丑闻 与以假冲真 然后质问怀疑 分化我们所有的推友和我之间的信任及关系 这是我们一贯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咱们党内的一贯做法 挑起矛盾 利用矛盾 然后团结一些力量把目标消灭掉 这都是这样 然后用骇客 海外的骇客 配合国内的警察 配合国内的警察 这个抓 因为国内很多警察呢现在只要很多推友 长时间就抓去 抓完以后让推友消失 把他的推特号 然后就是这些这个五毛们就穿上这个马甲 就开始进来了 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千万不要上当 千万不要上当 然后呢再用法律纠纷 大肆地围剿我 然后占掉我的精力 然后毁掉我的形象 然后呢这个用是是而非的像李维东 这样的说个让李维东把这个媒体界的人倒个说 然后呢竟然说什么 头两天传出来邓小平家里边一个照片 后面是我 我有这本事 我早就不坐这儿了 我也弄个常委干干去了 那绝对不是我 还有人这个弄出了郭文贵在这在那的照片 然后竟然还说九四六四以后去看望江老 哎呦我的妈呀 郭文贵就按照胡舒立女士所说的 生在我们家也不算农民 他说错了 就生在东北的一个赵家沟小山嘎 红旗岭小山嘎里面 连地都没有 连农民都不是 是被打成右派的一个反革命家庭 然后这个上十几个学校走向社会了 所以说定义胡文贵是农民和工人都不太准确 严格讲当年叫盲流流算饭 现在应该说是第一批走向私营企业的走向国际的 叫弄潮儿弄潮儿 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所有现在把我郭文贵这个这个形象 往那去拉去做的 包括张立凡先生这个给我定义的 不反皇帝怎么可信呢 我想说张立凡先生 我不反皇帝是永远的 不会反皇帝 我不反皇帝就不能反盗贼吗 不反皇帝就不能反腐吗 不反皇帝就不能给我的员工 家人争取合法的依法的一个公正和公平吗 所以说这人在重用我 站在国家的罪里面 站在习主席的罪里面 民族的罪里面 就这样了 郭七条是我的所有原则 不会站在前面去的 不会上你们这档子 推友们也不要跟着他们 咱们一被他们带过去 他们一扭声走了 咱掉坑里面去了 这事我太明白了 这个我见太多了 当年一个军队里面的二号人物 这个最牛的二号人物 这给我喝酒喝多了 喝多了我还把他骂得过血噴头 他一堆警卫说 要换第二人一枪里面你给毙了 这个我就问他 我说这解放军能打什么战啊 你能跟谁打仗啊 据我所知你这跟谁打不了啊 你就是糊弄老百姓糊弄自己 结果他说 你不知道我们解放军从来不靠打仗武器 赢别人 我们靠的是脑子 让敌人自己毁灭 我喝多了我老记这句话 就是连我们军队这么高的领导 整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 要靠脑子给别人打仗 人家一枪就把你给毙了 骗老百姓你还骗全世界 你试试啊 你还试试啊 我觉得就像当年洪秀全的部队似的 现在 这个张立凡先生 胡舒立女士 还有这个德国之声 美国之音的张晶等等 这些人 这都想把我们给推向了 国家的对立面 习主席的对立面 民族的对立面 然后把我们人推勾去了 我所有跟我的推友们 你们也都成了反民族 反国家 反习主席的人 咱千万不上这当 郭七条是郭文贵多年总结的经验 这个我不想老说历史 老躺在历史的 以史欲经的人 脑子都有问题 今天是新的时代 一切都变了 人类的历史 从来没像今天一样全球一体化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 大家有那么傻吗 没那么愚蠢 所以说我们不要再用 以史欲经 那都是阴谋 现在阳谋就是真实的力量 不要再让他们把我们带了钩去 那就是说 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 郭七条是让中国走向 真正的积极一面的 而且我深信 所有的一切都不用流血 完全能做到 而且我再次重任 我就相信 习主席是千年不出的圣君 你们爱怎么说我怎么说我 我就不能以这个民族为敌 我不能以这个国家为敌 而且我深信 你们说我天真 郭文贵这事件能成为国家 一个正能量的事件 能推进国家依法治国的正能量的事件 而且我就在推上发了个文 我看到了 你们开一下那个窗子 这个氧气有问题 看到了 这个 这个一个年轻的 新时代的一个领导 哎哟 把我骂的一塌糊涂 最后我何时一时 骂我的绝大多数 不是咱们推友 是五毛 他们就是要借此机会 挑起我们的矛盾 怎么我就见到一个好人就不行呢 我告诉你们说 郭文贵见到的全是狗屎 然后共产党的官都是外人 没一个好人 你们愿意听吗 如果郭文贵像胡舒立女士那样 像潘石屹那样 像那个任志强那样 像那个张立凡那样 这几个先生女士一样 就说公共中国美好人 他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 人家处长潘在这块又捐一亿美元 人家咋不给你捐北大呀 咋不给你捐清华呀 人家这么爱中华 然后呢这个张立凡先生 你咋不把你的美国之音的钱捐给老学生啊 是不是 黄院那些老公搞那么多地上 赚那么多钱 你咋不给捐给学生啊 对不对 没有嘛 人家往咱往上冲 这不是咱不能上这当啊 所以说我说见到一个新的一个年轻领导 咋就不行了呢 而这位领导讲的话我很听得进去啊 说得很清楚啊 文贵你完全把这事情 我们正式的代表着国家跟你说的事情是 你的事情完了以后 你完全 哦 断掉了啊 断掉了啊 没有吗 这个断掉了啊 这个搭 这个断掉了 这个 这个现在 骇客时刻在攻击着我们啊 时刻在攻击着 刚才 为什么晚了呢 我没说 因为我们两台机器全被骇客掉了 两个方式两个系统 这咱有另外一个系统 咱还有俩系统啊 就怎么骇吧 那么 所有的这个先生呢 这个领导说的都很准确 他说 郭文贵事件应该变成一个依法治国的积极的方面 而且 他说 结果会给答案 会给社会答案的 另外一个 非常之清楚 他也发现了很多人在利用这个事件 在干着一些掩盖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贪污腐败的这个这个 掩盖贪腐败事实的这种想法 我为啥就不能相信他 我都相信了几十年了 我为啥不能相信一次呢 我的目标没有改变过期条 我只要是跟过期条相对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这不行 然后就挑起我们这个矛盾 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上这个档 不要上这个档 所有这些人对我的攻击 游说收买和这个这个掩盖 我相信 推友们会看到最后的事实和真相的 文贵能过去 能过这一关 放心吧 那么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真相不可改变 事实不容篡改 行声音有问题吧 没问题吧 咱们骇客一直在攻 一直在攻 什么意思 最近几天来 所有的这个领导都在问 我说这个 说这个你怎么能证明 海航赫防其三线这个关系 你凭啥证明 我所有的回答都非常简单 只要中国政府能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只要专案小组能对我提供的材料 给一个公众的回复 依法的回复 所有答案都可以出来 我没有拿出来 真的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证据都没拿出来 我就是等待着这个国家到底是睡着了 还是看不见 还是装着睡着了 我无法叫醒一个装着睡着的一个政府 就是我提供的资料 这么多海航过去几年的发展 和海航的这个所有的贷款 和海外在海外的资金 和他资金的去向 我只是把这事情说清楚 我今天呢 我又拿了一个这样的资料 我又拿了一个这样的资料 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在洛杉矶的一个新的房产 大家看一看 我一会儿会放到我的推特上 我一会儿会放到我的推特上 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推特上呢 大家这个房产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房产的公司的名字在下面 也全叫Pacific 也就叫太平洋 这个呢 这个呢是从来没有出事过的一块房产 那么这个房产和之前这个在推油 发出去的这个结构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所有的注册的 这太多了啊 所有的注册的公司呢 海航几百家企业的公司呢 都叫太平洋 这几百家公司呢 都叫太平洋 这个都叫太平洋 这个都叫太平洋的公司 是十几年来 十几年来有的 那么孙先生和这个孙小姐 全部都是用着太平洋的 而且太平洋最后的走走走 结构图就走到了冠军先生去了 非常简单 只要中国政府能查清楚冠军是谁 冠军何时 冠军何时 成为了海航的第一大股东 现在大家看到金融时报说是二十几户 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未来真相公布的时候 海航的资金真正的来源 和海航资金真正的去除 和这位孙先生 孙小姐和王岐山先生的关系 而且这个房子里边很简单 是姚明端 姚明山孙小姐 共同居住和拥有的房子 除了18840 这是旁边的另外一个房子 旁边的另外一个房子 新的房子 这个房子也是现金买的 而且这个房子这几个房子 多个房子最近 所有的美国政府的档案通通被清理 通通被清理 原因就是全部消除灭绩 一切当时贷款 免这个报税注册的文件 全部拿掉 原因非常简单 有人要消除证据 但是他们非常之愚蠢 就因为他们想消除证据 却留下了最大的证据 那么这再一个 我接下来要公布的是银行账号 和资金来往 我在公布银行资金和账号来往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我公布冠军的身份的来源 和冠军的照片 和冠军的真正的 这些年在社会上的活动 什么情况 又被害了 我会看到 他有什么情况 我会看到 他有什么事情 他就会保存 他在这一段时间 我会发现 有什么事情 他在家里认识 有什么事情 我会发现 有什么事情 我会发现 有什么事情 我会发现 有什么事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用这两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中国政府说一句话 所有的问题不可能全部都用钱摆平 我也告诉所有帮我的朋友 第一个 我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所有问题用钱摆平 第二个 王岐山先生的事情最终我是愿意在中国立案以后全力配合 只要能查清楚冠军的身份 海航的资金来源和基础 和王岐山先生家族的关系 包括在海外的这些房产和资产 包括这些贷款当中所存在的合法性的问题 郭文贵愿意面对一切 这个中国的反腐就是以法治国最好的最大的讨厌 是否真的是这个真正的反腐 是否是人管还是以警的反腐 还是以人反腐 还是以黑反腐 那这是个最好的试金石 是否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还是以个人的政治利益为目的的反腐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完全可以说得清清楚楚 同时呢 我揭发的这些是盗国贼 我不是反整个国家 整个党 我再次重申 郭七条明确 不反习主席 不反民众 不反国家 我揭发的是盗国贼 那么同时呢 我们推特党一定会成立的 推特党会在一个绝对的最佳时机 我们会推出来 就是国际条 是我们一切的宗旨 我们正在和不同的人们探讨这些问题 我相信最终推特党一定获得成功 一定获得成功 这个就放了这个 那么同时呢 我也希望所有的推友们 能和文贵一起 能看到这个关键的时刻的历史的真相 这几天你们看到了 从国内过去对郭文贵的妖魔化 对家庭 员工 企业的这种裂顶式的一次次的打击 后来国家力量对郭文贵的一次次的裂顶打击 现在又把这些利益共同体 海航 处长韩 还有这个张立凡先生 胡舒立女士等等 一些妖魔鬼怪放出来来咬郭文贵 来害郭文贵 采取了基本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集团式的秘籍式的 然后这种伤心惊狂的攻击 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存在着野心家 这些野心家不仅仅是为了钱 不仅仅是为了弄点钱 要真正的他们有更大的野心 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危机 昨天我发了一个孩子搬砖的一个视频 这个我们家人看了都难过的不行 我说当年我小的时候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看着长大的 就是中国人太苦了 看看我们那些老兵 看看我们的易珠宝 看看我们那些范雅 看看我们聂珠宾雷扬 一个个这样的世界 大家可以看一看 如果大家不团结起来 像这个海航和王岐山先生 这样的这么重大的这个经济世界 我们会求个真相 那我们这些人真的是猪狗不如了 那我们未来的下一个盗国主义 会更加的嚣张 而且他们要的是串党叛国 串党叛国 他们要的是个国家 他们要的不仅那些钱 那些钱是他们的工具 他们还要更多的钱 他要我们所有人的钱 还要我们的命 还要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命 我们的下一代孩子的命 所以说如果任何人没看清这个本质 只想抱一己自私自仇 为了个人的所谓的小根源 那真的是 那就是我们的悲哀 那是我们所有大家的悲哀 现在是国难当前 野心家要串党 夺国 串党要夺这个国家 而且不会说他夺了国 就你想象都给你 他比那会更差 会有更多的黄火墙 更多的警察 那不是警察治国 那是独裁治国 太监治国 那是叛国贼治国 将把所有的老百姓的儿女 这个未来绑在单车上 让我们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们 这些草根儿们 永无这个晴天之日 将不会再有太阳升起 我们真正的进入了黑暗的时代 石器的时代 这一点大家千万别幻想 就这几天 就这些阴谋叛国者 和这些坏蛋高国贼 给我发了个信息 和所用的阴谋 无所不用的这种悲哀的手段 那哪是我在这个镜头面前能说的呀 任何一件事放在任何一个推友身上 你去想想你能承受得了吗 但是 如果我们这一次 大家都成为一个吃瓜群众 一定会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你身上的 文贵现在强烈的呼吁 不要让文贵一个人在奋斗 我也不希望你们帮我 但是 你们要为自己进奋斗 你们要真正的行动 一万个语言 发一亿个推特 不如你做一件事 说一句话 就像这几天 很多推友们发给我的很多关键的信息 这让我真的是感受到了 文贵客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推特和推友们的这个世界 大家团结在一起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力量 那都是大国文贵一亿被养 我们真看到了这个希望啊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变成灾难 六四给了我们提醒 我们可以用好的手段 好的办法 达到好的目的 不是文贵天真 历史上一次次证明 历史上书人都懂得 暴力花来的革命一定是更加的糟糕 等待了历史另外一个暴力 没有一个人权民权的政府 是用暴力活来的 暴力活来的政府一定还是暴力的 最终会被暴力结束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为国家好 真正的为人民好 我们现在所有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老百姓 拿回他们应有的钱 得到他们应有的尊严和安全 为什么这几万亿不拿回去呢 为什么大家不去想想 如果不去争取 你们银行的贷款就没了 这是你们的钱呢 我昨天我看到海航把七八七飞机 要在香港到三亚征求坐飞机的人 还送两晚上的客房 卑鄙啊 用这种办法骗出老百姓 说你看我七八七不是给哪个人买的 真的是出租的 你们相信吗 如果七八七大家真去做了 他让你免费做了 你就替这些犯罪分子 背了背了 你让他哽吟说给他做了保证 你助作为虐了呀 大家都知道七八七每小时 这是六万美元的成本飞行 如果他飞一次为了演戏 那钱是谁呢 那是人民的 那是国家的 竟然在全世界七十亿人口面前 用七八七要演戏 香港飞三亚 如果海航真牛 你从香港飞纽约 你给这个价钱 我郭文贵先生就给你全包了 我飞人一年 我飞死你 我飞你破产 你敢吗 我就号召所有的退友去 去做你七八七去 这个基本的写5F 你看你敢吗 就这么骗我们退友啊 所有退友们你们看看 盗国贼们把我们真的草根和老百姓当猪狗不如啊 这一点不夸他嘛 他们的骇客的手段 给我发红通 对我们的威胁 包括一出出的这个 这种拙劣的演技 全人类上 全所未有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 我这一说脑门子都冒汗的 七八七事件 是什么事件 你们买的七八七 七八七是给出租的 你把全世界里面当猪啊 三四亿美元买一个七八七 一小时飞行成本六万美元 谁租得起啊 哪个企业敢租 他租来以后他进监狱你知道吗 结果我一揭发 结果现在好了 听了北京领导 叶克克的七三数据告诉他了 你们得把它变成输出啊 因为郭文贵揭发的对啊 你从来没有少不输出啊 就是一个人飞啊 飞行记录能改吗 你改得了吗 那么现在就是搞一个香港飞三亚 谁要出租 我还送你几天晚上 那个房间 租七八七一个小时六万美元 你说这些人能在乎 你三百美元或一千美元的房租吗 就用这种拙劣的办法 来护露所有的天下的推友们和老百姓们 我看了以后 这真是对我们智商的侮辱啊 为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道国贼们 骗了我们老百姓一回回得逞 这个世界上当骗你第三回成功的时候 骗你的人就再不会尊重你了 因为他在他脑子里面 你就是个傻瓜 他会继续骗你 继续骗你 他不骗你他对不起你 因为你的愚蠢 证明了他的智慧 证明了他的伟大 最后现在连海航都证明 这是佛祖在帮他在骗你们 你去想想你要是陈锋你得多高兴啊 我骗了他两万亿 我那一七八七 我飞机从香港飞到海南 我本来就要飞海南的 然后一共飞在一个多小时 六万美金 然后我让你坐两遍 然后就证明了我这是商务飞机 我不是私人飞机 把几亿美人最后全掩盖了 你要去做了一件事是最愚蠢的了吗 然后再去想这谁给我的力量 陈锋马上就高兴咬了牙 哎哟上天佛祖给我帮助 他把所有的功劳全回给佛祖了 然后所有的咱们的催友们吃瓜群众们啊 所有的愚蠢换来了是佛祖给他的恩惠 然后牺牲掉是我们的未来 是我们把我们的子宫给接了 让我们永远没有下一代的延续 多么的悲哀呀 这个国家在哪呢 这国家这到这就不能查到吗 你海航你经营的利润呢 你怎么还利息呀 你的钱去哪儿呀 你贷款合法吗 你还在演戏呢 香港买那些地 你是干嘛呢 你弄那公司哪个赚钱呢 所以我看到这些我简直是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脑门的出汗啊 我昨天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 我就看到这些新闻 然后呢前天我的妻子呢 和北京的领导 特别是担保的那位老领导 正式同化 我向大家报个消息 老领导说 我说 庆知 郭美同志 回不回来 不重要了 你们那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你随时 回来 随时进出 然后呢 多陪陪文贵 让文贵冷静 我谢谢这位老领导 非常的感谢 这个 老领导说了 你和你女儿 国美 本来合法进出 自由进出 就是你们的权利 没有问题 你们随时 这个进出 欢迎你们 好好陪陪文贵 再次的感谢国家 有正义的领导 还有这个老领导 这给了我妻子 真的是依法治国的好马样 我女儿 她们特别特别的感激和开心 过两天 我妻子 一定要回去的 我女儿要回去 因为她要证明给全世界看 手信用 帮助国家依法治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我们也要守信用 我们还要回去的 那么现在呢 这几天我妻子身体特别不好 我女儿身体也不好 每天都在这吃药 这个 我太太呢 每天呢 因为这关这门呢 都在外面 别这个指贺 心情也不好 因为每天就是外面一会儿这了 一会儿说 找我谈话呢 说又杀手了 发生新信息了 然后她听到的 都是些负面东西 很害怕 但是这没办法 这个 虽然能自由输入国 她还是害怕 然后再 越在我身边 实际上越痛苦 因为她不在我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看不到我的威胁 和危险 她也没那么多恐惧 现在在我身边 每秒钟都是在恐惧中 也是很可怕 那么我们团聚了 但是这种恐惧和危险 那时时刻刻都让我们在一起的 分享 实在我是不愿意这么分享的 那么再一个就是她看到我这 经常很激动啊 她对他们的影响特别不好 所以我这两天我说你们去 到英国在一起去 这个不要跟我在一起 她们还不去 不放心 再一个 我让她去医院看病 她也不敢去 就怕我被杀了 所以说 文贵在这种 生命随时 遇到了生命威胁 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我现在 还有跟着不同的层次的 有黑客 有推特 有说客 有政治家 有情报机构 还有这个流氓下三滥 还有胡舒立女士 还有潘石屹先生 还有这个张立凡先生 这个这个任志强先生 还有这个这个 来自于海外的成功力量的攻击 文贵确确实实不容易 我这真是 我有一万只手 一万个脑袋都抵挡不过来 但是文贵享受在其中 因为 当我走这条路的时候 这个又被害掉了 又被害掉 当这个 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就做好了一切之准备 一切之准备 一切之准备 这个 这都是我有心理准备的 让暴风雨来的更冷烈一些 我觉得 我看到了这些 丧心病狂的盗国贼们 这些真正的这些 害国害民的这些大盗们 汪洋大盗 这些这个官商 这个混在一起的盗国集团们 正在侵蚀着我们的未来 正在毁灭着我们的国家 和我们的未来 我真是看到了 我有多危险 我就看到了 我有多有价值 我有多么恐惧 我就看到了 我的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有多么的害怕 我有多么的受到了 多少的不同层次的威胁 我就看到了这些人 卑劣的手段 上天再让他们亡 上天让这个亡 才会让他们猖狂 文贵发生这一切 已经不是文贵个人的了 所有的我周围 各个国家都该高度关注着 文贵已经成为 验证中国政府 到底是否是反腐 是否是反对以太反弹 是否是真的是 这个依法反弹 是否是真正的 要是实现中国梦 是否是真的在国际上 得到人家的尊重 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 是郭文贵生死也不重要 但是 郭文贵 会用事实 证明给所有的天下人 文贵的爆料到今天为止 无一人提出怀疑 我哪一样是假的 我强烈地 要求每个人能出面 证明我哪样是假的 我愿意负一切的形式和经济责任 我愿意 对我所有爆料 承担一切的责任 那么接下来 所有的爆料 最关键的合音 全球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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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是改变中国 整个的腐败 和这几年揭开真相 一个新的李生杯 我不会着急的 所有都在我计划之中 我说的三年 不是我记清楚的 我一开始就说了 给我三年的时间 我说过第一季 是七集 到明年五月份 2018年 第二季 然后是五集到七集 第三季 也是五集 这三季 我是一定会做下去的 三年的时间 在这之前 所有人对我的怀疑 对我的挑战 我都有心理准备 这都很正常 不管什么方式 你害得了我今天一个 两个三个转播机 你记住 你不可能 把郭文贵的材料 全部给消失 即使郭文贵被你给杀了 一定有上百个千个郭文贵 把所有的资料 九十一本资料 全部拿出来 把这个能拍摄一千集电视剧的视频 给你播出来 这点你绝对不用担心 郭文贵会用生命和时间来给你们看 任何愚蠢的 任何愚蠢的 无知的对郭文贵的攻击 你都将付出血的代价 因为文贵的事情 已经不是文贵的事情了 我真的再次说 我看到了党内 有正能量 有年轻的一代领导 他们是真正的中国走向 一个新的时代的核心力量 这些年轻的人的思路 和想法 发出内心的说 我非常的敬佩 我也认同 不是百分之百 但我是认同的 就是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需要一个真正的 一个新的政治制度 需要一个真正的 让老百姓能接受的 独立的司法制度 需要一个真正的老百姓 认可的 一个当一个官僚集团 就是一个执政集团 一个起码的素质 这位朋友 这个年轻人说的话 我真发生内心的说 通过我多年来 和国际上政治人员 打交道 发生内心的支持 我会和这样的年轻人 和这样的朋友们 我发自内心的 我愿意用一切 和他们合作 推动国际条 而且我也深信 他也认可 几个人都认可 中国到了不变 就死的时候了 不变就得死 那不是郭文贵想不想的 那是他自己做的 任何有智慧的推友们都要明白 你们想要的东西 绝不是你能做到的 也不是文贵做到的 那是真正的执政党 共产党来决定的 如果共产党 不去面对这个事实 不去改变 不去真正的去面对 老百姓这些要求 不与这个实在相见的 他一定会灭亡 一定会灭亡的 这就是历史上 我们几千年的历史 可以往回看 凡是顺天者 一定会成功 逆天者必灭亡 现在是天时地利 全部都达到条件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 内部的人和 所以我说 习主席是千年不出的圣君 你们好好看一看 习主席做的事情 他很多事情被人家利用了 很多事情 他是被妖魔化了 习主席会展示 绝对不同的未来 我曾经给 牛哈利那次大安拉玛 签片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说你一定要记住 大安拉玛 中国这些年来 你唯一有希望的 就是习主席 习主席真正的掌控了 国家这个机器的时候 给佛教界 宗教界 一个良好的未来 只有习主席 因为我看到了 从他的 爷爷 父母 家人 他们对宗教的 正常的理解 不是明显 他们对宗教 对中国人民 十级人民的 这个重要的作用 他们有清醒的认识 也不是明显 而且我深信他的家人 包括他的夫人 彭丽媛女士 那是我们的老乡 他们的家人 我是很了解的 包括他们的父母 身边的人 包括现在习主席身边用的人 你看看现在他旁边用的栗战书 丁薛祥 赵乐际 陈希先生 还有他信任的汪洋先生 这都是中国的新能力 新能量 这些人是对宗教 对民权 法治 都有了新的理解 都有新的理解 他绝对不是银帽家 他绝对不是银帽家 习主席 我可以用生命来保证 他绝对不是银帽家 如果隋友们愿意和我郭文贵 咱共同的用什么来验证一下 我愿意奉陪 你看看习主席交的朋友 有一个像胡舒立这样的人吗 有一个像胡舒立这样的坏人吗 有一个像陈尊王先生的老板 和习家有认识的吗 你们找出这一个来 我文贵也就算 我服了我灾了 你看他身边用的人 有一个像那些北京市出来的 那些贪官无力吗 现在都成了寄给领导吗 没有 过去的五年 就是纪委和家公安 起到最坏的作用 傅振华 是万恶不赦的这个酷吏 这两年我不说傅振华 因为已经领导很明确的说 傅振华和傅老三 傅卫华的案子 已经在调查中 我们也在配合 说一定会给我和说话 我相信只要是以法 了解傅振华和傅老三的事情 他必将得到惩罚 这就是我看到的希望 终于有人说依法来调查 足够了 文贵前没有资格 也不要求你怎么处罚 我只要求你了解真相 依法了解真相 还得给他们尊严 然后依法处理够了 而且会常坚定说最高领导 在傅振华的事情非常清楚 只要郭文贵反映的是事实 严重以最严的这个法律来进行处理 那么我希望更加得到的是 王岐山先生和海航的事件 得到了独立的依法调查 依法处理 给老百姓一个说法 那郭文贵在这个事情上 我就可以 在王岐山的事情上 就算起到了作用 给国家开评起了作用 这就是推动国际要重要的贡献 如果我错了 如果我诬告了 我诬陷了 我诽谤了 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依法承担一切责任 最严的责任 甚至 如果真正独立第三方调查 郭文贵愿马上 在国际机构的建立下 回北京做任 不要担心郭文贵不敢回去 如果说是王岐山 和海航的私底和我切发的事情 和其他参观的事情 需要郭文贵要一定到场的话 本人愿意在国际机构的建立下 回国作证 愿意承担限于法律资 这是我今天庄严的项目 所以 我今天公布了一个 王岐山先生的另外一个房产的故事 我就是要告诉 所有的北京的当局 王岐山先生的房产 不是一个两个 他所过去十年来用的公司 就叫太平洋 而海航控股集团 所有的公司当中绝大多数 特别是陈晓峰 就是陈峰的儿子 控股集团 和冠金控股集团 也叫太平洋 而且这个太平洋 名下的房子里边 所有的居住者 都是王岐山先生的妻子 就是姚明山 就是那个姚明山 和姚明端 还有孙先生 还有孙先生和姚明端 不生的孩子 这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 是不是王岐山先生的 那王岐山本人大部分 孙小姐 还有其他的房子 用其他男孩子来承受的 但是房主是孙先生 所以说我要给朱强说 我一次次都会亮出来 他不同的房产 不同的资金来源 我已经将刚才的那个公司架构 几百家的公司架构 这几万亿的公司 和国家贷款 人民的贷款 和资产结果 已经在推特发出去了 而且王岐山先生 都知道这房子 他本人都很清楚 我可以负责任说 需要的时候 我会拿出证据 而且这些 这个王岐山先生的妻子 是否是美国 拥有居民和公民身份 那未来咱们看 冠军是谁 我未来一定拿出证据 然后那些人 是否是谁 我也会拿出证据 包括有一部分人的DNA 我也会拿出证据 这是在美利监工作国 所有说的话 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不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弄虚作假 后果不堪设想 近几天来 美国的当局 都在 最严厉的保护同时 同时在了解的各种情况 我很简单 16号以前 所有 我删册中国的事情 中国人解决 16号以后 那我就不敢说了 那么 我非常感谢 所有的 现在接手的 这些新朋友 新领导们 对这个 所有视线的这种公正 和这种 具有国际事业 还有 具有这个法律基础的 这种 现彩般的处理方式 我非常的感谢 文贵 我真诚的希望 文贵的爆料 能成为国家的正能家 能成为民主的利益 国家的一部分 我非常的希望 我郭文贵 所有的爆料 能成为一个一发直播的 好样子 好样板 今天是6月6号 郭文贵的爆料呢 就到此为止 我们接下来 每天我还会发推特 随时有重要的情况 我会直播 我会提前公告 6月16号 我们将有一个重要的视频直播 所有的推友们 希望大家认认真真地记住 刚才文贵说的话 文贵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你们的力量还是伟大的 我希望你们少一点时间去看推特 虽然每天有十亿次 这个有人跟我说 昨天假招群说 哎文贵啊 你那个推特的关注量不够了 那是假的 文贵的关注量每天十亿次 十亿次一点人少 不要上人家大 而且我希望推友们 把时间用在去查这些人的资料 和爆料的事情上去 同时也多一点时间陪陪家人 多一点时间去照顾好家人 父母妻子或丈夫 文贵再次衷心地再次感谢 所有的推友们 对文贵的支持 三年你们再给文贵答案 再给文贵做评价 不要现在那么着急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大家